4月17日,《自然》杂志上发布的一篇论文,颠覆了人们对于死亡的定义。 论文由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撰写,在论文中,他们描述了在猪死后利用BrainOx系统复活部分无实体的猪大脑细胞这一实验。 大脑是以知宇宙中最复杂的结构,在通常情况下,哺乳动物的大脑,一旦缺氧超过15分钟以上,脑细胞便会停止运作,也就是传统意义上的脑死亡,在高超的医术也回天乏术。 但耶鲁大学此次的研究,却得出脑细胞在脑死亡后,仍可活跃运作的结论,颠覆了传统意义上,人们对于脑死亡的既定概念,也令科学界和医学界为之震惊。 BrainOx系统是什么? BrainOx系统来自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大脑行动,通过推进创新神经技术进行的大脑研究,是美国总统奥巴马,为了绘制人脑地图,并用来研究人脑而产生的一种工具。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脑行动小组负责人安德里亚·贝克米切纳·安利亚·贝克尔·米切纳,表示,BrainOx其实是一个研究基础生物学的工具,即研究活体大脑在体外的三维结构。 它如何工作? BrainOx系统就像一个人造心脏,向器官组织提供氧和各种营养物质,并且帮助带走人体的代谢产物,维持机体内平衡。 它通过猪的颈动脉,向整个大脑输送一种可以输送氧气和营养物质的合成血液。 在合成血液中,还含有一种阻止氧化的化学物质,以及一种神经活动的组织剂。 一是为了抑制神经元的活性,即当神经元被激活时,避免脑细胞受到损伤。 二则是为了确保大脑不会醒来,并恢复意识。 研究人员说,若脑电图中检测到任何的脑意识,他们便会立即停止实验。 经过六个小时的脑部扫描,也就是屠杀后的十个小时,研究人员并没有在大脑中发现意识的迹象,但也确实看到了部分生命迹象。 实验中,研究人员先从宰杀时用的猪身上,共许出32个大脑,等待四个小时后,再将它们连接到Brainux系统上六个小时。 静置十个小时后,科学家们意外地发现与正常的大脑相比,死去的猪大脑组织基本完好无损。 每个脑细胞都在运转,并且依然以自主的形态去吸收氧气和呼出二氧化碳。 此次的研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发现,组织这项研究的耶路大学神经学家内纳德塞斯坦·南乃·塞斯登,在新闻发布会上说,在以前的研究中显示,细胞在几分钟内,便会经历一个细胞死亡的过程。 而此次所展现的则是,细胞死亡的过程,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,它不会一蹴而就。 且在这个过程中,脑细胞的死亡,可以被推迟,保存,甚至是逆转。 此次研究会影响人类的医疗救助吗? 对于此观点,塞斯坦认为,目前尚不确定运用到人类身上是否可行。 但如果一旦可行,从长远来看,它可能会迫使人类重新考虑死亡本身的定义,也会引发一场激烈的伦理讨论。 生物伦理学家们认为,这一发现,可能会对人类的器官捐赠产生影响。 一旦此次发现,可被运用于脑死亡患者中,尤其是那些因缺氧而脑损伤的人,那么人们更多的便不会选择去器官捐赠,而是会选择运用这一技术,使患者脑复苏,重新等待病人的归来。 而牛津大学医学伦理学教授,新生儿学顾问多米尼克威尔金森·Dominic Wilkinson,教授则认为此次技术的诞生,意味着,想,类,死,界限的,定。 一旦一个人被诊断为脑死亡,这个人目前就没有办法康复,曾经的那个人就会永远消失。 如果在未来,我们有可以在人死后恢复大脑的技能,重新恢复一个人的心智和个性,那当然会对我们对死亡的定义,产生重要影响。 据了解,此次研究的直接得益者,将是研究阿尔茨海默症等疾病中的大脑的科学家,而从长远来看,人们也希望能将此技术更好地运用于保护脑损伤后的大脑,如脑中风或婴儿出伤时的脑血氧。 美国国家心理健康研究所大脑计划的安德里亚·贝克米切纳·安瑞尔·贝克尔·米吉尼·博士陈述道,这一研究方向,可能会为研究死后大脑带来全新的方法。 它还可以刺激研究开发干预措施,促进脑血流减少后的大脑恢复。 然而,耶鲁大学的研究人员对此论点则表示,要让该领域对受伤后的患者产生影响,还为时过早。 这项研究的首席研究员内纳德塞斯坦·南泰,他不确定运用到人类身上是否可行。 但如果一旦可行,从长远来看,它可能会迫使人类重新考虑死亡本身的定义。 目前此项研究仍在初步试验阶段,距离实际运用到人类身上,仍然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,也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。 但至少它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的另一种可能性,即曾经失去的东西,可能是可以恢复的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 别忘了按赞我。